嗨,大家好,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个比较简单快速的占卜 占卜的题目是 我近期会不会有横财来到 那这边桌面上我有放了四张卡牌 从左到右分别是 一、二、三、四 然后大家还是老样子好 确保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 也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在心理默念问题 我近期会不会有横财来到呢 这个近期呢 就近阶段吧 最晚就是一个月之内好吗 设定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默念问题完之后呢 在评第一直觉从四张卡牌中选择你最有感觉 感觉最强烈的那张出来就可以 那如果说大家感觉比较模糊 或者说没有感觉的就不要应选 避免去听取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信息 然后干脑自己好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选牌吧 如果大家还没选好的话可以暂停视频 继续做选择 那如果说已经选好了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看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卡牌的情况 接下去会不会有横财来到呢 我会觉得说应该是没有的 这张的没有了是因为说 我总会觉得有一种时机把控 或者说把握不是特别准确 或者说及时的那种感觉 很像是说 假设有这个横财来到你的身边 给到你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这边选这张卡牌的 有一部分朋友 没有去及时的去接他 或说就守在自己的安全区 不敢去接他那种感觉 所以说才会跟他错过的那种样子 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说 很像是说 那你发横财这个机会还没到 但是你又提前去出击了 然后也会造成说 跟这笔横财错过的那种感觉 好 所以说整张卡牌 传递的这个信息 都是 像在说 有一种时机把控把握 不准确的这种感觉 对应不上的这种感觉 然后才会跟横财错过 然后说这笔横财就来不了的感觉 好 那这就是第一张卡牌的一个简单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张卡牌的一个情况 会有横财来到吗 近期 我会觉得说 应该是没有的 主要是因为 选择这张卡牌的朋友们 我会觉得说 最近你们的这个财务运势 就是财运这一块 应该是处于比较低落的这种阶段 因为这边抽到的是 命运之轮的逆位 会让我觉得说 命运之轮嘛 它是一直在转动的 那有时候它会转 转到比较高的位置 有时候会转到比较低的位置 就是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有时候有高潮 也有低谷的时期 好 那现在的这个运势 是处于比较低的这个阶段 好 所以就有点像是说 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块 然后目前天时这一块 会比较不利 说我们财运相关的 所以说我会觉得说 横财这一块也是 应该是比较不好到来的 好 所以目前大家呢 就是还是顺应这个运转周期吧 好 顺应它 然后 嗯 等到这个阶段 比较低谷的阶段过去之后 应该就是 要有 会有机会 好 也许说你再过两三个月 再测这个题目的话 又不如一样了 好 就是运势的那个相关 有关系 好 那这就是第二张卡牌的 一个简单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张卡牌的一个情况 接下去会有横财来到吗 我会觉得说 呃 也很像是说 这笔 横财的来到是比较困难的 好 因为 选择这张卡牌的朋友们 我会觉得说 嗯 哪怕有这个发横财 这个机会来到 或说有这个 这笔横财来到 你们都会有一定的纠结感的 就是你们会 呃 会做一些思想斗争 就是说 这笔钱财到底要不要 然后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纠结的 好 然后那种情况呢 就是说 哪怕有这笔钱财来到 横财来到的话 很像是说 你们是需要跟别人去 有所 呃 竞争的那种感觉的 好 就是它来到 不是那么顺随 而是说你是需要 有一些斗争性的 那种 呃 状态存在的 好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算有横财来到 也是卡卡的 不顺随的 好 所以我觉得说 是比较困难的 好吗 那这就是第三张 卡牌的一个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第四张 卡牌的一个情况 呃 近期会有横财来到吗 我觉得是有的 好 主要是因为这张牌 会给我一种 梦想成真的感觉 也就是说 你们心里所想的 呃 是可以把它变成 现实的那种 那种样子 好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 是说哪怕 呃 哪怕没有横财来到 我都会觉得说 因为这是一张 比较物质化的牌嘛 我都都会觉得说 你们是呃 是很愿意去为 这些什么物质相关的 比如说钱财啊 财务这一块去去努力的 去操劳去奔波的 好 呃 所以说 因为注意力都多数是聚焦在 这一块嘛 所以说你们吸引钱财的 呃的机会也是很多的 好 就发财机会也是比较有的 那么当然就是说 发横财的这个机会 也会有 好 那当然了 选择这张牌的朋友嘛 好 我 我也会觉得说 呃 不一定是说你们 有个小提醒吧 就是说不一定说你们在呃 呃 一直在为物质这一块去 去奔波啊 去做一些努力 哦 你们的精神上面就一定说 是开心的 好 就说你们稍稍注意一下 就是精神满足这一块 好 因为我会觉得说 呃 有时候你们会过于说 沉沉溺说物质追求这一块 然后忽略精神的需求 好 所以说要稍微去平衡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 的问题吧 好 那这样也会让你们的生活 更加平衡吧 好吗 那这就是第四章 出门 出门 出门